如何降伏母月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母 什么是月 你要认知 佛法点 真实义 开经济里面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句话重要 不能把佛的意思解除了 佛给我们讲 摩根愿不在外面 在哪里呢 在自己里面 八达人觉经里面告诉我们 摩多 太多太多了 佛把他归纳 为四大类 第一大类叫五阴谋 五阴谋怎么相符呢 那一定要修节定会 会成就了 你看般若心经上讲的 观自在菩萨 行深波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阴皆空 五阴谋下了 所以 所以降服五阴谋 要智慧 这经上说得很清楚的 第二一类 烦恼谋谋 第三类 死谋 第四类 贴谋 你看看 五阴是自己 烦恼也是自己 死 还是自己 四大类 有三大类是属于自己的 只有一类是身外的 叫天母 天母是什么呢 身外所有一切的诱惑 叫做天母 这不属于你自己的 什么东西诱惑呢 财色名识税 在诱惑地 你懂不懂心 你六根 借出外面六层境界 你生起贪爱 你照模了 为什么呢 把你里面的烦恼模 引起来了 见到外面境界 不称心不如意的 你诚惠 生起来了 诚惠 也是你的烦恼模 把你五阴烦恼模 勾引出来了 甚至于 把你的死模 也勾引出来了 哪一类的呢 现在这个社会 许多吸毒的 犯罪的 那个吸毒犯罪 那是要你命的 这是外面这个天母 勾引你的死模 你要懂得这个 这是真正的 四十真相 愿 愿家了 也不在外头啊 都在内心 佛在经上讲的 十五阴烦恼 十五阴烦恼 神 杀道瘾 口 妄欲 妄欲 免谁 其余 勿口 义 贪嗔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冤家了 你要远离他了 翻过来 佛说了 是善后游啊 不杀身 不偷盗 不淫欲 不妄语 不念诗 不祈语 不悟口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是最好的朋友啊 你不能离开啊 佛在大小城经论里 就常常教导我们 那个冤家 十五冤家要离开 是善后游 要交接 这就能降服 魔怨 那么由此可止 降服魔怨 真正的功夫 是在内心做 内心里头 没有魔 没有怨 外面跟你借什么样的怨愁 通通都能化解 很容易的化解 外头 无魔 也无怨啊 外面的魔怨 是离面魔怨 变现出来的境界 这个道理要懂 然后 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